有些是看到 但HPV是看不到的 不要射了精就覺得那件事不關自己的事 精液有果凍 是不是不健康呢 歡迎收看男男女女加點程序 Hello 大家好 我是Alison 侯家明 Hello 我是Kamen 李嘉敏 來到健康好人生的這條頻道 我們有好消息 首先 你訂閱了沒有 如果你訂閱了的話 原來你已經成為我們突破25,000訂閱人數的其中一個人 多謝你 也為了感謝大家 這麼擁有支持我們這條頻道 我們今天就千呼萬喚 是回應大家問題的時候 綜合了不少有趣的問題 希望可以解答得到大家 有甚麼問題的話 隨時可以留言給我們 WhatsApp給我們也可以 Email也可以 先來打一提 說我們不講他們的Handle 不講你的戶口號碼 你自己理會一下 這條問題就是這樣說的 想問一下 我和老公已經結婚21年 我結婚之前有兩個性伴侶 我老公是處男 他們結婚這麼多年 只是試過兩次口交 還有只是很短的時間 請問 口腔會不會有機會感染到任何HPV 補充 我之前兩個伴侶都沒有口交 這個問題其實我聽到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刷了 我都覺得 很多東西刷了 我們先講一些比較在醫學上的東西 好的 先講一下HPV 是的 即是說口交可不可以感染到HPV 有沒有機會呢 當然有 其實說HPV都是性病的一種 即是但凡性接觸而可以傳染的 我們都叫做性病 甚麼是性接觸呢 就是可以是陰境進入陰道 陰境對肛門 或者是口部對任何生殖器官 這個都是性接觸的 其實都給大家看一些數據 這個就是我們本講的數據 中大2016年的一個數據 看回後癌的病人 原來有五分之一 都其實是因為口交而染上HPV 而有後癌 所以是絕對口交是可以染上HPV 這個疑惑是有根據的 有的 有理據的 但我又想問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條問題 還可以補充一點 令我好奇 我想了解多一點 他就說結了21年 只是有兩次口交的經驗 而之前的男朋友都沒有這個動作 我們假設 假設這位聽眾 或者這位讀者 甚至乎觀眾 他講的是 他為他的伴侶口交 究竟會不會是心理因素影響 他會不會是害怕了 因為我不想有HPV 所以我就不做這個動作 其實我也聽到 令我有些問號 21年的婚姻裏面 只有兩次 是啊 是啊 這樣 這個也要訪問讀者究竟是一個什麼情況 因為在那個資料裏面 我們都不知道究竟是 那個口交是誰給誰的 是啊 是啊 有些女性都會有一個這樣的心理 就是她不太喜歡為男子口交 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可能是本身的動作 可能是這個也要說回男子的衛生 就是那個味道 或者那個氣味 而且說真的 當女性是為男性口交的時候 基本上她沒有刺激 沒有得著 沒有得著 只是付出 那男性要去想一下 怎樣可以雙向 怎樣令到整件事 大家都可以共享 都很重要的 我也聽聞有些姐妹 她有說過 她不喜歡為男性口交 因為她不喜歡有東西擺入口的感覺 只不過她平時 就算是吃東西也好 她不喜歡吃腸仔 不喜歡吃香蕉 這是她自己個人喜歡 還是不喜歡的原因 但我也有想過 會不會是我們誤解了 她會不會是說 她跟她老公結婚21年 老公只是為她口交過兩次 還要時間很短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又倒轉回 其實是這位觀眾朋友 她想的 但怎樣可以令到老公更多 其實我覺得在21年的婚姻 性生活都很重要 還有21年的婚姻都算是長 性生活可能都要有一些變化 有時候有一些不同的刺激 都很重要 當然我想那個讀者去問的問題 可能她說 如果我之前有兩個性經驗 如果是嘉明你的解釋 就是男性在女性口交 會不會有問題呢 當然這個其實都要很在乎 支持那兩個性伴侶 跟她有這個性行為的時候 有沒有做出安從措施 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只要有一個性伴侶 她自己本身是某一種性病的帶菌者 其實都可以有感染風險 但回到你的問題 如果假設這些事情 都是沒有問題 其實21年的婚姻裡 只有兩次的情況 還要很短 對 我想其實都可以大家兩個人 一起去探索一些新的形式 或者新的口味 是的 都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令事情更多情趣 無論是女的為男的口交也好 男的為女的做口交也好 我們之前有說過 有很多不同的味道可以幫忙選擇 有很多不同的工具可以幫到你 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新的招式可以幫到你 那會不會大家兩夫妻 在這個探索旅程當中 一起去找一些新的東西 開戰再說 好女的 不知道 到時候你告訴我 是 就著HPV的問題 也有另一位觀眾說 請問雙方都沒有HPV 沒有帶安全套進行口交 會不會有後癌或後腔癌呢 反而我整個問題 聽到的是什麼 雙方都沒有HPV 那我立刻就在這裡問 你怎麼知道 其他的性病呢 有得檢查 可以去私家醫生 或者甚至在加計會那裡 只要有個request 我想去檢查性病 其實都可以幫到大家檢查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其實有些性病是可以看到的 譬如我們說一些最常聽到的 譬如好像梅毒那樣 梅毒有幾期的 第一期 在一個男性的陰莖裏面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就是毛痛的潰陽 毛痛的潰難 是毛痛的 但是有些傷口 有些爛了 其實很多時候 男性會覺得 毛痛就不用理他 以為可能 沒有了新牌子的內褲 或者做運動做多數 敏感而已 不是的 其實總之 在生殖器官裏面 有一些異常的東西 譬如好像突起物 即使毛痛 其實都可能是性病的第一期 現在我們說的是梅毒 很多時候第一期 很多男性不理他 於是就發展到第二期 第二期 變成全身出紅疹 包括手掌 腳掌 其實回到頭 說回這件事 很多人以為 是不是在那個器官 或者身體部分 接觸到性病 只是在那裏病發 不是的 這包括口交 不是只是口交 譬如像梅毒 第二期已經是全身 包括手掌和腳掌 到了第三期 基本上已經入侵到內臟 通常染病的第三至七年 就會發病 包括上腦 有些坊間都會說 為何梅毒會上腦 是真的 這個去到心臟 或者神經 所以千萬不要等到 去到第三期 才去找醫生 這個梅毒就可以看到 或者是臨病 臨病 一有臨病的情況 最常見就是有尿道炎 男性會在陰境上 會分泌一些耳物 可能是白色 又可能是黃色 所以 但凡所有生殖器官 出現一些奇怪的突起物 或者分泌物 都要去看醫生 即刻要去看 有些是看到 但HPV是看不到的 因為HPV有百多種 現在打針的疫苗 預防某幾類 已經找到容易 令到男性或女性的身體 會出現有 或者某一類癌症 女性就是子宮頸癌 但男性其實都有 我想說現在是越來越增加 基本上 男性的癌症 關於HPV是十分之四 所以都不能夠忽略 男性的表徵會是 某一些癌症 包括口 喉 肛門 或者一些油 在陰莖上 所以千萬不要想 我看不到 這樣就覺得 沒事 HPV是不能夠肉眼看 其他有些可以檢查到 抛診 這個問題也挺有趣 我未見過這個情況 所以我也很想請教Kamen 有觀眾說 精液有果凍 是否不健康呢 精液有果凍 不是十分罕有的情況 有些男士都會 有三個可能性 最輕騎 最沒事的 是什麼可能性呢 就是 太耐無性行為 這樣就變成 好像奶放在泰倫 沒有喝 然後變成了一層 沒錯 簡直就是這樣 是否這個意思 對 那個精液在精狼那裡 太耐了 沒有動 不漏 停了 明白 如果這個可能性 是最理想的 最沒事的 就是 只要性生活 或者性行為頻密 然後就要看 其實我很鼓勵男士 不要射了精 就覺得那件事不關自己的事 先看一看 對 對 因為那個很反映到你的身體狀況 之前我們也有說過精液的顏色 各方面 這個也是 看一看有沒有果凍的情況 如果是第一個可能性的話 就是最理想的 就是再試幾次 密一點的時候 發覺沒有了 那你就真的可以很放心 但是如果不是這個可能性 就有兩個其他的可能性 就要注意了 一個可能是有一些感染 這個也是要看醫生的 第三個可能性 就是前列腺液 有一些病變 其實前列腺液是很重要的 因為它會分泌一些蛋白水解的分泌 其實一個男士射了精 進入女士身體的時候 其實就需要這些蛋白水解解溶 讓它變成水狀才可以受孕 但如果有果凍的時候 這些男士就很難能生小孩 因為它就變為果凍的 都做不到事情 精節症 對 其實是蛋白水解分泌出現問題 就變成精液的不逆症 即它不能變成液體 這會影響生嬰兒 尤其是生嬰兒的婚姻要注意 另外也很建議去看醫生 因為我們說回這個情況是甚麼因由 就是前熱腺有問題 可能前熱腺也有病變 也想知道究竟是甚麼情況 所以也應該要就醫 接著把握時間再問一個問題 有一位觀眾說 隨著性生活越多年紀越大 陰部會越來越黑 是不是正常現象呢 這個其實與性生活無關 一定要去說 因為坊間尤其是很多男士 我聽過女士要看陰部 如果她很黑 證明她的性經驗太多了 無關 無連繫 但是陰部黑其實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基因 等於有些人比較白 有些人的皮膚比較黑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可能女性經常喜歡穿緊身的內衣褲 或者緊身的牛仔褲 那些是真的會的 因為影響血液循環 對 而且會磨擦 會比較黑 或者真的會有荷爾蒙的影響 包括暴雨 華人 陰部會開始比較深色 或者開始發育 那個癡激素和高股酮上升 會令黑色素增加 除此之外就沒有其他原因 不關性經驗的事 還有我覺得如果那個男士 嫌棄這件事 我覺得算吧 適當 對 哈哈哈哈 其實說真的 很公平 你都沒有嫌棄她的陰境 或者她的彈彈黑 對呀 有些彈彈乳黑 所以我覺得這些不需要太執著 今集最後一條問題 很簡單 性病如何處理 很重要 我們剛才也說過 一有些異樣 看醫生 對呀 找專業人士求助 沒錯 沒錯 不過也感謝你來問我們 因為都知道很多朋友 他們未必敢 或者未必覺得有需要 一來就 怕醫生笑我 怕我大驚小怪 又說我不知道做甚麼 其實不重要 有疑問 見下專業人士 起碼買個心安 是一件好事 如果你也有更多疑問 記住告訴我們 可以電郵給我們 WhatsApp也可以 記住 我們下集會再預留時間 去解答更多的問題 下集會再預留時間再見 Bye Bye